在之前嘛尤其就是去年 他能打這個世界賽的時候 基本分數在韓服也是一個 七八百分的成績 是 那都是用去年去做比較的話 對手去年是來自了國服第一 一千七百分 所以現在是韓服八百分打 一千七百分國服 這兩個對陣 好像有得打耶 好像有得打嗎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國服的王者局也很難打 很激烈嘛 演員很多 打起來很兇啦 打起來很難打 打起來很兇啦 所以選擇了 還是老里克 老里克 塔里克 剛剛去看了一下 應該蠻多人都 有了解到就是 這是這個選手的 當家絕活 是 就在這個時刻繼續的使用 繼續的使用 繼續使用 而下半分也勾到 不過反應很快的 TNS也反手回暈 不會沒有暈到對面的小飛俠 這波試玩就可能要被對面搶二了 3A 他一個走 小兵擋住了 好險 小兵給力啊 是你嗎 PCS的粉絲 還在原地另外一邊 引來了殺生之禍 來了 如夢 他剛剛線被卡了 是 來到4的1技能掛上 北風還是選擇上去打 他殘血的千萬交一個閃線 但116閃線過去搶換 成功拿下來守殺 不空已經浪費時間來幫他的 就他不飛這波什麼都沒有 怎麼樣都可以交換的 對 怎樣 但是如果這波飛過去的話 就可以接受 是 後續還在追 1上來 這是北風 正巧116也在面前 而且後面先支援 那是PUU 趕到面前沒有1技能 北風怎麼辦呢 沒閃現 沒1技能 炸雷 116的下一個1技能好了嗎 正在追擊 四軍之道先A了一下 往前鎖鏈 煉到 讓他閃現鱷魚 開咬 噗 又打下人頭 哇 阿卡莉 抱歉 哇 那這位置打的 可能就是太急躁了嗎 太急躁了我覺得 另外一邊是兩個 暈眩正面 暈到殺者是輔助 殺了 將狗會死馬 點燃在身上 被閃現的分給直接A子 後面是插了很多毛 小飛翔 用痛苦獅子 你將對手給扯跳 不過1技能 就是得要叫空空來支援一下 喔 空空來了 阿卡莉傷害還命中 打了一套血量優勢 但16想回去 鎖鏈悟空來了 不過6的是 偷了這邊 阿卡一大先行進攻 16殺完人 惡刀跑掉 16沒死跑了 都都可以有 還有中路 把北鋒給殺了 這叫隊友可以來的 一技能交掉囉 正在等 不過後續牽上去 是對面要打16 直接衝到悟空旁邊開轉 轉了兩下 阻止了如夢的進攻 跑掉 練上去了 練練看 打你一套先 是 來到下半步 天道也沒關係 就打一套 對 自己偷了悟空大沒死 嗯 就練到就算了 練到就打一套 拉掉 另外是上半步也打得起來 征服著 雙方都疊滿先開大的 這張一套想流 又也交了大 不過後續 這魚滿的 差一點是拳剪到後 再一個Q鍵 結果打殺 剪開一剪 拿下solo kill 張一套 啊 那個 能打贏這個關的 是打誰都不虛的 對 我有這裡小短位移 在裡面撿 給你A一下 你A了 我這邊卡了 卡了 怪怪的齁 怎麼有人會站著給我A 卡了呀 卡了呀 這次BJN也一起集結 順利的開打 命中對面的Jungle 但Jungle還是可以勾強 拉到隊友的旁邊 但是對於右邊的 亞非六七是相對痛苦的 炮車吃不吃 給吃的喔 你一吃我咬你兩口 吃吃吧 那你回家囉 哇 再這麼剪下去 這皮包要上桌了 你吃炮車我吃塔皮 來到上半步這邊要抓 一個R1 拉掉 這邊也被粉眼給察覺 直接出來要阻止 悟空也衝了出來 要打的TP要來 直接這一波轉 打對面點出現塔里克 給了一個大戰 他的活嗎 用一個紅刀回血 分屍活了 在他位置走得跟隊友不一樣 直接再過去 還是被擊殺強 衝擊敲在了TMS臉上 這速度確實 基本上不會給太多機會的 基本上就是 該怎麼玩都知道 而且在中路打完之後 直接往上轉了 要抓的是鱷魚嗎 PU反身想回咬 如夢看到了直接分身要走 但PU不想走 給了一套把兵線給親來 順勢把對面 商機隊大絕給打掉 任傑直直過來 跟著116做一波追擊 這邊往前 一個W的閃現 流到大絕命中 流到 雙機隊被留在了原地 在塔前跑不掉 WQ 順勢116還一個鎖鏈 逼掉對面 如夢的閃現 還是很大的 來到了中路的對陣 預備 銀環之雙定到 116一偷大 分就直接進到了煙霧彈裡面 知道這一波如果太不巧 可能要直接被擊殺了 走 回到下半部 也不理鱷魚了 這邊BYGA選了下半部的進攻 一個拼圖龍想套 並沒有套中 還被NATIW給反攻 這邊一個秘魂救回來 回來的NATIW是秘魂還回撞 但這一個煙火傷害爆表 利用無敵的傷害去進攻 116雖然沒吃到無敵 但交了一個驚人 讓後面隊友幫扛 不過有個十瓦尼任也扛死了 BYG RNG是吧 想到世界賽去了喔 是 這裡降狗被抓到了 這上已經有13倍動 這個是小虎嗎 小虎來了 這個 右邊小虎接進來了 116 在這個SoloQ來說的話 對 但是比賽還是得配合一下 展現雙開 兩個大ALL IN AD 小飛甲沒得動過 直接被秒殺 而輔助是連帶一起倒 BYG也是有白刀的亞非利歐 也是可以拿下中午的二塔 不過有個TP 竟然從六鳥要來了 這裡六鳥是練進去 這邊116要打 但是被切了 交了一個驚人 後面芬也來 跟著TP 趕到的鱷魚 不由一限制 後面 有機會嗎 北鋒應該是沒有辦法再進場了 不過有個史瓦尼任也移過來 北鋒還得再交一個閃右邊位置 進場的是如夢 但他隊友已經沒有作戰能力 只能退 是興奮的學生 真情人 老師 很專業的老師 再另外一邊是 康塔的桑尼隊 但回血能力還是足夠 然後降治療 這裡鱷魚也沒省得出去 也是很穩啊 知道對方技能都還在 因為選手會贏 對面兩劍套 這裡再回一波血 扶尼要走 不過後面這樣有個TP要來 這種塔 能先拿這兩隻就一起拿 不過來到了 是比較深入的野區 BYG被勾到 想進場 北鋒衝了進來 利用煙霧彈再拉掉 康尼隊在下半部 給到了壓力 扶尼也就是盯著他 就是對看 繼續騷擾 但這裡上一段 是跟你願意交換血量的 互相在對打 這個血量交換 顯而意見是 鱷魚完全的落後 不過在下半邊的位置 被抓到了 還有個命運呼喚 小飛甲救回了自己的 降狗 不過降狗飛的位置 並沒有要回到三檔的區域 導致這波團戰變成一個 四打二 原來G1不斷在打 後面兩個人 虎牙直播主的人不敢進去 只能看一個北鋒 用1打4 但被留在原地 進場的1 1 6 打退了北鋒 不過在下半邊的位置 已經開始操作 傷心在用1技能過牆 L長龍區要繼續的追 忽略利用Q技能 回了一個血量 最終沒有死掉 成功成果 八龍這邊BYG 拿到了 哎呀 贏了 還要再看嗎 趕過來了 虎牙直播主隊 利用關的一個TP 準備用最大的大腿 要來打這波團戰 鱷魚也是要趕到的 先勾一手 看一下八龍落在誰身上 忍炎拿到右邊位置 一個無敵準備下來 在裡面吃著無敵 交了驚人 有點衝突 但復標 等了隊友趕到 隊友衝了出來 賽克斯的練二段 還炸死了對面的將狗 沒什麼用 認真普通拳 八十傷害 沒用 那不太認真 他在八十傷害 不過來到下半步 北鋒被抓到了 一個滑行的冒安貼近 當他忍炎的CC 就算在煙霧彈裡面消耗著血量 北鋒也掉了特別多 一個冰龍的套道 幫擋一下 如夢利用自己的肉身去救 北鋒是活了 但前面人全面留下來了 交了一個閃現 如夢撤退 在前方 將狗還是選擇勾勒豬來 想跟上一隊往前 但後面BYGA的人已經集結 左邊 忽悠切了進來 但最終沒有要追選 用巴龍繼續推進 而在此時 BYGA的人員是 分得比較散倒 不過他們還是有先入侵的權力 包了網 要抓對面 又只有一個塔里克的進場 要抓後面 官被留在了原地 交了一個一技能撤退 悟空是選擇了進場 阿克一切到了 後排翔自己的傷害 沒有冠死AD嗎 沒有冠死 奮刺活了 而且正面的位置 鱷魚是扛出的傷害 但他再次持續的收割 斯瓦尼斯倒下 後面的收割也已經開始 一波亞菲利歐的進場 拿下了Double 而116還在超神 積雪貼近 來到了高地塔的面前 上一隊最後的力量 一滴的血量 他能成功跑掉嗎 一個暈雪在他面前 沒有成功暈到 但後續滑進來的FU 成功為隊伍 拿進了ACE 中路是有機可蹭的 有個鱷魚 但是這一個鱷魚 是追著三個人 而且上面四個人已經露頭 悟空怎麼辦呢 來中路要抓鱷魚的 那這一個鱷魚呢 抓死馬強 都已經敲在臉上 但他閃的位置超遠 已經到悟空的旁邊了 被悟空抓起來 東西交了一個精靈 開始拖時間 拖了四個人 中間進來一個TP 是塞了出來的就 116TPP下來 同時FU也還沒有死 來到戰場 116準備要追擊 抓的是後排的北鋒 北鋒來到對面家裡的塔前 是跑不掉 而且自家的高低已經 暴力116持續地追擊 把降口也給留了下來 那這樣他一個人 反而是換掉對面兩個 自家的隊友 還在上路拆塔 把塔給全爆了 沒辦法 這裡要結束比賽的 我覺得剛抓鱷魚 是還不錯的選擇 正面是不可能打的 潰敗局一定輸 抓鱷魚反而有 有一點機會 但是沒辦法對面有TP 結果暈眩也暈到 可以實在很努力 但依舊也阻止不了 這實話你一頭頂上 可以實在跳不動了 哎呀 這波我們中路看到 1127的成績 我覺得賽斯跟冒犯很像 他是一個 猶如囚犯被枷鎖的男人 但在這把 用著成績 準備壓制對手 拿下比賽 徹底衝生 讓我們恭喜 B1GA拿下這場比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